看完电影洗个澡,舒舒服服睡一觉,欢迎各位小主与撩影先锋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。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《女明星为了走红》在娱乐圈马叔的帮助下,最后让她再次走上了人生巅峰的电影《告别单身》。 女主丽姐是一个一线明星,她凭借着自己美丽性感的外表以及优秀的演技,在电影界叱咤风云多年。 但是随着丽姐年龄的逐渐增大,她人气开始走下坡路线,丽姐还总是喜欢那些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小鲜肉,她浑然不知那些人都是想要靠她上位,不得而知最后都是以失败高中。 这天丽姐高高兴兴的来到公司,却得知现任小男影劈腿的事,丽姐本想要狠狠的修理一番那个狐狸精,却没想到被对方叫成大妈,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丽姐。 马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丽姐的铁杆死党家造型师,她为了安慰丽姐把她带到自己家。 丽姐在看到马叔幸福的家庭后,觉得自己根本与男人无缘,于是她决定和马叔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孩子。 但是丽姐苛刻的条件和她的花边新闻,院长不愿意将任何一个孩子交给她。 随后丽姐又想到去医院人工受孕,但令丽姐吃惊的是她已经必经了。 当丽姐在乘坐电梯离开时,冥冥之中让她遇到了朵儿。 朵儿是一名高中生被学校的渣男骗的未婚先孕,当她来到医院想要堕胎时,丽姐阻止了她,并告诉朵儿她可以养育她的孩子。 朵儿生活在贫苦家庭和姐姐相依为命,她想要去参加美术比赛,但是手里又没有钱,于是她思考再三决定答应了丽姐的提议。 此后马叔带着小美来到丽姐的别墅里,丽姐还和小美约法三章,让小美的孩子出生之前必须要按照丽姐的要求养胎,等孩子健健康康地出生后就跟她没有关系,而且小美还可以拿到一大笔钱。 随着小美的月份越来越大,胎儿也健健康康地成长,可是丽姐的明星事业却出现了危机,公司不让她在出演女主的角色反而去捧红之前劈腿她的小男友。 丽姐的心里深受打击,好在有小美安慰她,让丽姐重拾信心决定去报复小男友,她向记者公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,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丽姐的明星事业再次蒸蒸日上,可陪伴小美的时间却越来越少,也不再倾听小美的心声。 马叔似乎看出了端倪,他劝告丽姐应该多照顾一下小美的心情,可是当红的丽姐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管小美,独自一人的小美有时候非常的郁闷和害怕, 她甚至一个人来到医院想要拿掉孩子,却没想到怀孕的小美出入丽姐家的事被一些狗仔拍到。 随即网上就爆出很多丽姐诱拐少女和假怀孕的事,而且小美的姐姐也要向丽姐索赔巨款,丽姐非常的上心, 她觉得小美一直在欺骗自己,两个人因此还大吵一架,丽姐为了赔下巨款就此一落千丈。 随后马叔找到了小美才知道一切真相,原来她做这一切都是她姐姐的主意, 姐姐和男友带着那些索赔的钱离开了这里,只留下小美一个人。 当丽姐从别墅里搬出去时发现了小美的日记,在日记里她看到了小美的许多回忆, 也知道小美在怀孕期间一直过得有多辛苦。 在经纪公司为丽姐召开公开道歉会时,同时也是小美独自一人挺着肚子参加美术比赛, 丽姐为了小美放弃了去记者会,代表着丽姐从此以后将会断送她的明星生涯。 丽姐看到小美站在赛场的门口迟迟不敢进去, 丽姐立马过去牵起小美的手给予她信心,带着她一起走进了赛场。 可工作人员却不让小美进去,怕小美的状态影响到别人, 丽姐非常的气愤,她指责在场的所有人为什么要把过错落在受害者的身上, 难道该被谩骂的不应该是那个让她怀孕的男孩吗? 这时人们都沉默了,可没想到此时小美肚子开始疼痛, 丽姐让马叔抱着小美来到了医院, 在丽姐的陪同鼓励下,小美顺利将孩子生了下来。 从此以后,小美带着孩子加入他们的大家庭, 永远幸福快乐地在一起, 丽姐也在自己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了一份真实的爱情。 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都要好好的过一生, 人的一生空手而来,空手而去,都是过眼烟云, 人生无悔就是完整,生活幸福就是圆满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儿, 看一部电影品一段人生, 我是撩永先锋, 又喜欢我的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。